土耳其军方上个星期五晚上发动政变 却迅速遭到挫败 当局事后逮捕了超过7500人 包括大批军队和地方高级官员 土耳其总统府今天发放片段 显示位于安卡拉的总统府 不断地受到叛军的炮火攻击 另外还有一段画面 显示在一条挤满人群的公路上 一辆坦克由远而至 看到人群并没有停驶 而是继续往前冲 事发第一大桥在政变时一度遭到叛军占据 有亲政府示威者和叛军发生冲突 在政府和民众的反击下 有关大桥最后解封 相关片段相信是在星期五晚上 叛军发动军事政变时拍下的 一直到今天才对外公布